上海有很多未被开发的处履地 所以在这些地方建设新城 起点或者各方面标准都会更高一点 这就是凤贤新城 一川烟雨江南运万家灯火幸福城 那其实作为这个凤贤来讲 我们一直都比较了解 在上海的发展稍稍落后一点 由于黄浦江的阻隔 更由于这个区位的原因 所以它的发展一直不是那么理想 但是现在的交通不一样了 你看过江的通道已经有很多了 所以它应该算是一个新浦东 凤贤新城立足芯片区西部门户 南上海城市中心长三角活地新城的发展定位 打造成为环杭州湾发展廊道上的 具有鲜明产业特色的节点城市 所以这个城市的未来发展还是可期的 最近也跑了几趟凤贤新城 特别是去玩 因为它那有这个艺术场馆 也有这个比较漂亮的公园 规格都是相当之高 非常之大 所以未来的风险可期 我们下期见 再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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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